《龙珠超》,悟空穿越回忆前的时空,巴达克遇见悟空,这次能否挽救赛亚人的命运? 提起赛亚人,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战斗以及无情,当然,这是对过去大部分赛亚人的评价 不过,就连我们的巴爹似乎也是如此,曾经亲口说出塔卡洛特是垃圾,战斗力低下下级战士,即使如此他已经深爱住自己的孩子,这点特殊的情感在赛亚人中稍有的 不过现在的赛亚人个个都是有情有义的,悟空只不过有点特殊 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,悟空因差量错地穿越回了以前的时空,最初只有被吉他一人穿越到过去,慢慢地感慨与回忆 被吉他之所以这样,只是因为他从一开始的冷酷无情,变成了现在的顾家好男人 悟空相对来说就不一样,虽然一开始都是善良形态登场,但对于父子与兄弟感情来说,他从来没有在乎过 当初拉底子来到地球之后,为了阻止他的侵略,无奈将自己的亲哥哥杀死,后期也没有复活,却放过了十恶不赦的被吉他 悟空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来说的却没有什么感情,只因他们很久没有在一起生活 不过悟空对赛亚人被弗利萨消灭也是很气愤的,毕竟很多人无辜惨死 当悟空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以及儿时的自己,不由自主抱起了小悟空 这不仅仅是他对小孩的喜爱,更是对已故父亲的重逢,即使悟空再无情,此时眼眉也止不住流了出来,这或许就是亲情 这个时期距离弗利萨摧坏亚人星球的时间很近,当然悟空也想拯救赛亚人,但这样只会让多元宇宙再次增加,并不是什么好事 同时悟空也不能向他们透露赛亚人,不能告诉他们弗利萨要灭赛亚人,这的却是一个悲剧 不过悟空向他们展示了最强赛亚人的变身,当巴达克看到悟空这个形态之后,的却被惊艳到了,学问这是不是超级赛亚人的形态 然而悟空说到这是更强的赛亚人形态,这对于义无所知的巴达克来说脑袋瓜是嗡嗡的 同时巴达克表示与贝吉塔所展示蓝色形态不一样,作为中稿 悟空告诉巴达克,只要愤怒到极点,就可以突破界限,变身成为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,持续修炼之后还会变得更加强大 对于目前的赛亚人来说,似乎没有任何一位专门修炼功夫,只是利用赛亚人巴克来提升战力的 从此之后,巴达克开始认真修炼自己的功夫,战斗力也是日新月异,至于能不能挽救赛亚人的命运,这个就不知道了 既然多元宇宙有很多个,或许这个时空巴达克将会战胜弗利萨,成功挽救赛亚人命运 若是赛亚人依旧像之前一样放肆,灭亡迟早还会来的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 再见